那你们有什么要求就赶紧提出来吧 让这个纪大人给你们做主 荔枝还有件私事 请大人做主 你还有什么事说 和珅虽然修了荔枝 但不该阻止民女再嫁 荔枝请大人成全 将民女许配此人 这太过分了吧 那那你是什么人呢 小人是千千家的主人 现在在大街上卖茶 卖茶的 这难得的爱情啊 难得这姑娘不嫌贫不爱妇 是天生的一对 那咱得成全人家 对成全 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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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红荔枝 人草木 本官为你们做主 判你们二人正式结尾不问君 谢姬大人 谢姬大人 狗和珅 你老婆嫁别人了活该啊 就是啊 我和珅老婆怎么嫁给一个卖茶的呀 我生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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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珅老婆怎么嫁给一个卖茶的呀 好 狠着点 行了 我叫你盯住李直做掉她 你怎么能让她在我这儿为所欲为呀 老爷 奴才已经尽力了 可是奴才实在是无能为力呀 小人被那个 人草木给装进了麻袋 运出城去 好不容易才脱了身 等奴才再进了城 已经来不及了 你个没用的家伙 你坏了我的大事啊 这下好了 挣钱的窑子关了不说 皇上还不一定知我什么罪呢 老爷 都是奴才该死 当务之急 应该 如何 善后才好 想办法啊 老爷 这是什么呀 毒药 落咽伤 老爷 我 不是啦 你现在还不够份 享受这个 好 正康 每天必定在太风楼喝茶 你想办法 给他一颗 叫他永远闭嘴 老爷 老爷 那这颗的 笔枝 您看 就是这块金卷 是千千的妈妈去世的时候留给他的 这块金卷可以证明他的身份 这个将您制造 看这个篮子 所以千千就认为他的身世和大内有关 江宁制造是专门给大内供货的呀 你有所不知吧 江宁制造分为两种 一种呢叫尚用 是专门给大内皇宫用的 一种叫官用 他是给大内的那些臣子们 是给下人用的 哦 那千千呢 所以呢 千千就可能不是大内宫中的人所生 他可能是大臣 也可能是大臣的家人或是下人生的 所以啊 所以千千的身世跟朕无关呢 那我还告诉千千 有可能她是格格呢 小月你这嘴太怪了吧 那怎么办啊 千万不能让她知道 不然她会难过的 那你不能骗她呀 这么大的事情 她得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啊 让我知道什么真相啊 你自己告诉她吧 我告诉她 我 我告诉她 皇三爷 什么真相啊 就是这块仇子 真相我已经知道了 你知道了 这是大内的东西 我身上这个兰字指的是宫女秦兰 她呀 是皇上的相好啊 后来秦兰有了身孕被赶出宫去 这才生下了我 嗯 你要告诉我的就是这个真相 我早知道了 千千 你听我说啊 皇三爷你听我说 原来我是格格 哦 你是格格呀 你放心吧 我做了格格以后呢 不会忘记你的 以后我带你进宫给皇上和皇后唱戏 多谢格格提吧 你看你这个样子很适合演皇上啊 你可真有眼力啊 这下和珊会惨了 这这和珊为什么会惨呢 以前我是平民百姓 拿他没有办法 以后我就是格格了 看我怎么修理他 我要抄他的家 把他的钱分给穷人 今天你可真够威风的啊 还有啊 我准备让任叔扩大生意 他以后就不用再摆摊子了 我给他十个门面 专门卖茶 那他不成了 卖茶也得大王了嘛 还有 我还要 暂时想不起来了 倩倩 你就整天这么笑呵呵的 就这么乐呀 乐什么乐 我现在正发愁呢 愁什么 我从没见过我爹呀 你爹 就是皇上啊 你知道 要是他长得像你这个样子 也将就了 将就将就 我就怕他长得很丑啊 我怎么开口叫他爹呀 那就不认他 那怎么行啊 不行的 我得辅佐我爹 他有点昏庸啊 皇上昏庸吗 你想想啊 大清朝有季晓岚这种人才就够了 他偏偏还要用和尚 是不是有点昏庸啊 昏庸 是昏庸 这么昏庸的爹我还不能不认 你说我愁不愁啊 皇上你怎么不告诉他真相呢 这 这我开不了口啊 我 皇上还是个善良的皇上 你真是好人 爷 请用茶 嗯 吃下去吧 客官 给你添水 请慢用 我给你添水 你拿到我去 你当我为了 你 Balloon 我给你添水 我给你添水 就给你添水 你不给你添水 我给你添水 你说你后果然说有点 你怎么办 你不管不分 别人都要先 Frank 我们 сист米 我给你添水 狄之婶婶 老木大哥 小月姑娘 倩倩 倩倩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来看看你怀上没有 我想你们了 小月姐姐不放心我 所以跟我一起来了 渴死了 我要喝一口 来 为什么这个茶的味道好像酒啊 是吗 是吗 我们吗 慢走啊 倩倩 小月姑娘 今天啊 想喝什么茶 全都免费 来来来 好啊 那怎么行呢 以后啊 我就是格格了 不能不付钱的 要不然就仗势欺人了 又有银子吗 你先帮我垫上 将来啊 由朝廷付给你 好大的口气啊 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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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倩倩姑娘 倩倩倩 倩倩 倩倩 倩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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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可能不可能 太医一定是搞错了 不会的 几位太医都看了 就是洛颜莎 怎么会这样啊 是啊 洛颜莎是剧毒 福后会当场毙命的 他现在还没事 也许搞错了 也许还有救了 不是的 是因为他武功高强 所以那战时封住经脉 能封住好啊 赶快讲办法 太医说了 洛颜莎乃是剧毒 虽然他武功高强 但是他也解不了毒啊 这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太医说 倩倩可能要终身残疾 倩倩是在酒中茶铺喝的茶 那个茶壶 是荔枝用的 奴才看得蒸蒸的 于是就把药丸放进去了 可是倩倩把它喝下去了 奴才也没想到 他一口就把茶喝了 奴才想来也拦不住了 你这个王八蛋 你害了倩倩啊 你害了一辈子 快去 全城给我辩访名医 谁能找到洛颜莎的解药 我赏的黄金千两 不 万两 快去 驾 嗯 记下来你看千千还有救吗 雄多吉少啊 你想啊 洛颜莎是何等剧毒之药 那是用来杀人灭口的 千千还能活着 那就是不幸福的万幸了 那也不能让他一辈子就有瘫痪吧 是 看看何大人的 啊 先生 啊 怎么样 皇上 那个千千要见季晓兰 啊 那那那去见呢 她要见的不是我 不是 她要见的是那个 那个季晓兰啊 哎 那这何神出去弄解药起来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啊 那怎么办呢 千千现在要听鬼故事 要不然我就先去给她讲 那可不行 她看到你啊 反而啊会毒发身亡的 那 可以啊 那怎么办呢 那我还是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吧 那 那我去看看去 哎 先生 怎么办啊 浅浅 季先生呢 他怎么不理我了 季先生忙着写稿呢 他给你讲的那些鬼故事 他得记下来 他得能接着给你讲啊 真可惜 可惜什么 我一直 一直很想见我爹 你爹 皇上 我很想见我爹 哪怕他长得再丑 哪怕他再昏庸 我也想 亲口叫他一声 爹 我爹 可是我现在走不动了 不能找他了 你的心愿一定会实现的 皇上 不会承认 我这个野孩子的 不会的 皇上会认你的 一定会的 我这个鸽鸽 我这个鸽鸽梦 只是说着玩而已 黄三爷 你不用再安慰我了 我这个鸽鸽梦 只是说着玩而已 我也要遮你了 你 你什么呀你 包前前的那个金卷上 是不是绣了一个篮子 那个篮子就写的是 我季晓岚的篮 现在应该是让她认她的真爹了 知道吗 前些日子你还势口否认 你今天怎么又跟我抢来了 前些日子 我忘了 这事你忘了吗 我这又想起来了 我是有过那么一段 我曾经有过那么一段 风流陨士 那个千千的妈妈 好像是 是一个茶香女子 万岁您看看她 别吵 这千千是朕的女儿 是朕的 查过起居路了 朕就突然间想起来了 这也 曾经跟晴岚 的确有过一段 想起来了 不是 晴岚出宫的时候 的确是有孕在身啊 晴岚就是晴岚的女儿 晴岚又跟朕她有这一 万岁啊 您亲口说的呀 您跟晴岚没有什么事是吧 对对对 那位喝酒的时候 您说了 您跟她没什么事了 对对对 这 接下来你不是也说吗 朕要在这大清朝里头 这如果有这种事 就非朕莫属吧 不是 我 这你说的不是 何大人你也说过呀 朕气宇轩昂 风流替挡 人见人爱 那这种事 当然是朕哪 非朕莫属啊 这 你们俩人也都知道啊 莫愁住在你草堂里头 没什么事啊 朕一来 她就有身孕了 我这 是吧 万岁爷 您这话好像有点 强词夺理呀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那想当初 芊芊刚来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都躲得远远的 只有我把她当成 亲生女儿一样照顾 现在你们居然跳出来 跟我抢 这太不公平了吧 什么叫不公平啊 那包她那个金券上 绣的是我那个篮子 这叫铁证如山 那她绣的是她娘的名字 也许绣的就是一个 普通村姑的名字 这 贵喜 你又不懂这类事 你来做什么 万岁爷 奴才是来传太后一旨的 快讲 太后说二十年前 宫女秦岚与宫中茶食 山峰有染 后秦岚被逐出宫门 而山峰则留在宫中 但不久忧郁而死 太后觉得 这个篮子 可能就是山峰 留给秦岚的信物 那这下明白了 明白了 那该怎么办呢 皇上 山峰虽然没了 我还是要认这个女儿 皇上 山峰虽然没了 我还是要认这个女儿 我要认 这是我的女儿 我的 你别跟我争了 这是我的嘛 我的女儿啊 别争了 她是认的女儿 倩倩 皇上派人来了 派人来说明天让你进宫 她要认你了 你骗我 皇宫里派人来 来的人一定会是太监啊 太监 有太监 太监 喜公公 真的有太监啊 喜公公 是皇上派你来草堂的吧 皇 皇上 是 是皇上派我来的 是不是 说明天要叫浅浅进宫啊 是 是 你看浅浅 皇上让你进宫了 太监穿旨不会假的 太监假的错不了的 你放心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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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儿倩倩 为什么那个狗和珅 老是跟着我们呀 他 是 你 你为什么老是跟着我们呀 那我是狗嘛 狗和珅 狗和珅嘛 狗又得跟着人走吧 天下还有人自己说自己是狗 那个和珅真笨 我就是这么笨 我笨狗 你笨和珅 你笨和珅 笨和珅 好 众爱卿评身 谢皇上 你是皇三爷啊 倩倩 皇三爷他就是皇上啊 谁问你了 我这狗和珅又多狗嘴了 你真的是皇上 这不是上戏啊 你愿意认我这个爹吗 爹 还有一位奶奶呢 还有一位奶奶呢 奶奶 倩倩 好啊好啊 这是我的孙女哦 好好好 我的孙女 真好啊 好 这辈子 我从来没有亲人 没想到我今天一下子 我找回了我爹 还有奶奶 恭喜清清哥哥 这下 你的心愿全都满足了 皇上啊 干脆 你们一块下去吧 我要跟我孙女啊 说点提及话 儿子告退 好去吧 走走走走走走 好孩子 好孩子 不哭 不哭 万歇 您让倩倩如愿一成 您真是功德无量 别高兴啊 想不到啊 太后能帮皇上您演这首戏 谁见了倩倩 能不被她的纯情而感动啊 你们俩今天有什么 感受啊 皇上和太后认倩倩为格格 这份慈爱 真令我才感动 那接下来 你这想什么呢 万岁爷 现在真的没什么感受 要说感受啊 就俩字 惭愧 惭 惭什么愧啊 您看啊 倩倩如此的纯真 面对倩倩 我们三个人一肚子心机 能不惭愧 你说什么呢 什么三个人 是咱们两个有心机 皇上没有 朕也有心机 朕觉得要统领群臣们 就得有心机 你看这段时间 跟你们斗来斗去的 你看不亦乐乎 你们不觉得可笑吗 可笑 您哪 我们两个可笑 万岁爷不可笑 朕也不瞒你们了 这军机处四库馆 都一塌糊涂了 万岁爷 您不是提不了 几个年轻人吗 是啊 你说的那些人哪 想法很不实际 反倒让朕操心受累啊 偷偷打了 你看 我就说嘛 这如今这年轻人呢 缺少历练 没有做事的经验 这脑子里空有想法 他不行 实在是令人担忧啊 万岁爷 嗯 您不必让老季 官府原厅 我明天就重返司库馆 没有官职 我一样修书 好 万岁 万岁明天也回军机处 把损失的时间 给他找补回来 对 一个王朝光有明居 没有良辰 那就什么事都做不了啊 嗯 你们看我们过去 在一起合作 顺风顺水的多好啊 哎呀 到后来就闹来闹去的 闹别扭 没什么好下场 是吧 嗯 其实这都怪季晓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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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大人你怎么怪我头上呢 怎么不怪你啊 万岁 奴才一直劝他以大局为重 不能与皇上斗气 啊 可他现在狂啊 啊 他跟我说要量万岁 量 量 何 你转眼就出卖我 你真不愧你就是 你就是和珅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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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话说不打不相识 这不量呢 也 不长焦 哎 那这量了一下儿 你们有什么体会啊 哎 皇上 你真是问着了呀 你 您猜怎么着 月亮啊 越觉得万岁爷的英明 月亮啊 越觉得万岁爷伟大 月亮啊 也觉得自己渺小 真是不量不知道 一亮 吓一跳 哦 哎 哎 解了你量了一下儿之后 你感受如何 万岁爷您真是问着了 呃 您猜怎么着啊 我是 月亮越觉得何大人他狡猾 哦 月亮越觉得何大人他可怕 真是不量不知道 一亮 吓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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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什么说话呢你 你说我有那么可怕吗 我有那么可怕吗 我 别以为你聪明 啊 我问你 為什麼一日之内 给你管妓院的和谦谦 同时她就中了洛艳莎的毒啊 嗯 不是你下的毒吗 是啊 你许可悲人 我怎么会给谦谦下毒呢 哎 但你我 刚才既大人何大人 不是还想要认他做异女吗 是啊皇上 事情听着不合理 要是合理啊 那就应该是丽芝服了洛雁莎 丽芝死了 何大人心里高兴了 可是没想到芊芊她代服了 怎么就合理了吗 你苦口无凭 血口喷人 我 我不会干得伤天害理的事情的 万岁爷 你看你 你闹什么闹吗 我是不是猜测吗 你 这 万岁爷 你看他心里有鬼 他心里有鬼 行行行 别哭了 行了行了行了 当家的 当家的 怎么了 官府已经贴出告示了 斗茶大会三年后就举行 真的 等了这么多年了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啊 芊芊呢 芊芊啊 芊芊在草堂练功呢 你快去告诉她 好好 那那茶社怎么办 交给我吧 放心去吧 快走啊 好好好 老板 添点水 来了 芊芊芊 芊芊 我不见了 芊芊 你怎么能连仁叔都不见呢 我现在这个样子 他看到我会难受 我不想看他难受 人书是来通知你参加斗茶大会的 我从小到大 他一直教我武功 他还教我茶道 就盼着 有一天 我可以夺得斗茶状元 可是现在我要让他失望了 我一个人哭没关系 可是你别让人书知道 他这辈子为了我 他已经够哭了 倩倩 那我去告诉他 你已经准备入宫去斗茶了 好不好 谢谢小玉姐姐 洛言叉没听过 我记得收四五全书要集的时候 有一本书提过洛言叉呀 书名 错了 我记不得 也许他不是一本书 也许他就是几行字 或者是短短的那么一句话 大家快甭找着 谁要找着 我把宋版的珠子送给他 找 找 找 我听说你们个个都是名医啊 现在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 谁要能够解了洛言叉的毒 我要钱给钱 要地给地 要官给官 要女人给女人 何大人 何大人 找到了 洛言叉能解了 唐奔草上有记载洛言叉的解法 那快找书 这本书已经失传了 你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不 书是失传了 但是有些内容 散落在其他书中 这贝极录中就要记载 那这个贝极录怎么找啊 琉璃厂 平山堂 琉圈 备车 快走 千千真的进宫了 是啊 他命好啊 季先生疼的 皇上疼的 拿他当女儿 太后也喜欢他 把他带进宫里 准备叫他专心斗茶呢 看来 这是千千的妈妈 在天之灵保佑他呢 丽芝啊 咱们走吧 走 去哪儿啊 回泉州茶山啊 是不是千千当上格格了 身份不一样了 你想法多了 我是咸云野鹤 不跟他们皇家打交道 其实我早就想走了 只要和身在京城 我这心里就不踏实 我已经留言给季大人了 千千跟着他 东家的在天之灵 也可以含笑了 来 喝点茶 好香啊 好香啊 北极路乃小店镇店之宝 不卖 不不卖不要紧 我们看一眼总可以吧 术不见月 不能看 我看一眼给你一百两银子 不见 谁 谁 我说老板 你别敬酒不吃吃法酒啊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和身和大人 他怎么像我季小兰这么好说话 你要再把它借给他 我告诉你啊 他杀你全家 他他他 他是你祭祀狗王 他他他他 他烧你的店 他他要换起来我告诉你 他不是个人 他 给给给给给 你怎么这么说我 长得危险去 我行 好我不跟你计较了 快点快点快点 您看您看您看 对不起啊 洛言尚有解药了吗 有解药 你怎么这副脸色啊 可这解药只管一天 什么意思 服了这解药 千千就跟平常一样 行动自如 但是 只能维持一天 一天也好 让他参加斗茶大会 一天之后 他就毒发身亡 什么 不服这解药呢 千千他还能活着 啊 可是 他会一辈子都瘫痪 服了这个解药 参加完斗茶大会 他就会永远的 离开我 别哭了 有何良策呀 请万岁也定夺 请万岁也定夺 明天 就是斗茶大会了 我真想去斗茶 我真的很想去 你们说千千她想不想去斗茶呀 人数她一辈子栽培我 为的就是这一天 我练了一身的本领 为的也是这一天 千千 千千 如果 有一种药 能让我明天 像平常人一样 去参加斗茶大会 哪怕一天后我死了 我也甘愿 难道就为了这一天 朕就让她去死吗 千千 为了这一天 你不怕死吗 我不怕死 死了我变成女鬼 就好像 季先生写的那样 我一点也不怕 我就怕 就像这样 半死不活地 躺一辈子 如果让她这样躺一辈子 我也愿意伺候她一辈子 行啦 她要知道你是和珅 她气也气死 如果真有这种药 你愿意服吗 我愿意 只要活一天 这次来今 我见到了季晓岚 她还讲故事给我听 多好啊 如果参加了斗茶大会 你就实现了我娘的愿望 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 见到我的爹爹 我 我就死而无憾了 倩倩 你不是已经见到你的皇上父亲了吗 她 她不是 我娘说 只有参加了斗茶大会 拿了状元 我才能 才能见到我爹 皇上 您倒是拿个主意呀 你定 这么大的事 还是请万岁爷您定多 朕让你定你就定 对 臣以为 让倩倩服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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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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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各位 综合所评 丁字号查 获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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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请千千小姐 为太后与皇上奉承 老姬啊 你是对的 对什么 让千千上场斗茶 你做的对 他活着一天 胜过得让他瘫痪一生 对不对 只有天知道 来 喝点 好啊 这茶 您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 不 这茶 田底下只有一个人能泡出来 谁啊 扇风 扇 风 是从福建 来京城参加豆茶大会的 豆茶状元 扇风 那儿 我让山风在宫里多待些日子 好教会贡女秦兰查到 可是没想到 他们俩产生了感情 我免了山风的状元 赶走了秦兰 赶走了秦兰 今天是秦兰 来向我讨回公道 讨回名分来了 皇上 皇上 哀家要封芊芊 为今年豆茶大会的状元 来 遮 荆轲豆茶状元是丁子号茶师 来自泉州府的千千小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